欢迎收看今天新闻报 新闻一开始带您关心最新疫情消息 本土确诊今日新增7例来自新北市 今晚一入2例 带您来看疫情指挥中心的稍早画面 本土的病例7例都在新北市 今晚一入的有2例 新北市幼儿园群聚在扩大 指挥官陈时中表示 本土新增7例 有6例与幼儿园相关 按16145染疫儿童的埃及返台父亲也确诊 指挥中心占列为境外移入 另外有2名非同住家人 为幼童的奶奶也染疫 而该企群聚已扩展到社区 同一社区共有6人确诊 新北市长侯友宜在7号晚间宣布 成立机动筛检队及指挥所 并清空该大楼 将全数400多人送至集中检疫所隔离 指挥中心也已针对本案 匡列1062人 其中1013人列为居家隔离 49人列为自主健康管理 截至9月8号 幼儿园群聚案累计23人确诊 陈仁中表示 其中有10人验出为同一序列的 Delta病医株 和先前长中机师的Delta序列不同 研判属于不同来源的群聚 新北市长侯友宜在8号下午召开记者会宣布 9月9号至9月15号 新北市餐饮业、超商、夜市等提供餐饮之场所 一律外带禁止内用 为了防堵疫情扩散 陈仁中特别呼吁 民众若出现发烧、呼吸道症状、急秀味觉异常或是腹泻等 请不要上班或上课 需要尽速就医或裁剪 今年第14号台风 叹树升级为中度台风 中央迹象局表示 目前中台叹树逐渐靠近巴士海峡 移动过程中可能增强为墙台 不排除9月9号傍晚或10号清晨发布海上台风警报 请民众多加留意天气资讯 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延烧 第一线的医护人员更是首当其冲 医院在面临防疫物资缺乏 及医护人员心力交瘁的情况下 民间企业大力资助 更新医院院长林恒毅表示 这场仗打得不孤单 很多人跟我们站在同一阵线上 疫情期间 不管是资金或是防疫物资及设备 都有民间企业大力享助 实际科技给医院的帮助 不止那些礼盒 它给我们很多精神上实质上的一些鼓励 那些更多 那我想从疫情一开始最高峰的时候 董事长那边也给我们很大的鼓励 那也很多实质上的鼓励 为了感谢更新医院支援公司内部员工 进行抗原快筛与PCR检测 位于新北的一家科技公司 特地在中秋节前夕 采购喜哈儿爱心饼干 向医护人员致谢 院长林恒毅表示 医院和企业间彼此互相鼓励 是一个良好的互动模式 另外 为了配合中央防疫政策 更新医院对外成立社区筛检站 及疫苗注射站 对内实行医疗降载 让收治量能扩充到最大 副院长刘川杰表示 疫情期间 紧急将心脏科加护病房 改建专责加护病房 协助院长调派人力 及防疫动线规划 与同人一起对抗疫情 怎么样安排这样子感染阳性的病人 去住到专者病房里面去 专者病房挑在什么地方成立 需要什么样的配备 什么样的人员有资格 去做这样的病人的照护 这个都是我们在考虑再三 开了几次会 那么才决定一个后来的结果 面对这场抗疫的持久战 许多医护人员想家 却又不敢回家 生怕传染给身边的亲人 尽管心力交税还是愿意坚守岗位 其实之前疫情那时候爆发的时候 因为疫苗也不普及嘛 所以就怕是说会把一些 医院里面的一些 不知名的一些病菌 然后带回去 被病毒带回去传染给家人 尤其是爸妈 对然后但是后来 我后来回家了 然后是因为爸妈打了疫苗 然后也过了14天 然后觉得说好像比较安全了 疫情的关系可能就跟 会害怕自己回家会感染给家人 然后可能就也会害怕同事会不会因为 上汗过程中然后受感染就是会有恐惧 对可是也有很暖心就是 疫情过程中可能还是有一些 病人会体谅我们说 我们穿这样 他们会觉得我们很辛苦 因为觉得我们就是每次出去的时候都满身大汗 新冠肺炎疫情严峻 Delta变种病毒成为全球传染主流 面对新一波的疫情 医护人员团结合作 在民间企业持续的资助与鼓励下 和全民一同挺过难关 以上是今天的今天新闻报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明天再会